各位老铁啊,大家早上好 韭菜年年有啊,割完了一茬又一茬 最近啊,中国的这个大A啊 持续的往上涨,涨了一个星期 涨了10%,很多人又在拼命的 抵押汽车,抵押房产去 炒A股啊,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零和博弈 这就是把自己的钱放在刀口上舔血 你运气好,有可能你能 耗点羊毛,能赚一点点 运气不好啊,可能是连本金都没有了 所以啊,一定要谨慎 能够赚到钱的,绝对是很少的 你干得赢那些国有企业吗? 谁是真正的大股东? 是不是?还有啊,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证券交易系统崩盘的情况 很多人挂单挂不进去 低价买进买不出,高价卖掉卖不掉 但是呢,还有20%的资金啊,是能够买进的 就是普通的这种散户啊 你们出现异常,系统出现故障 80%的散户都出现异常 但是还有20%的资金啊 是谁的资金?是什么资金? 他能够继续买进,他能够继续卖出 他能够进行操作 但是普通人的资金 普通的散户,你几十万几百万人民币的 你根本都,你就是一个小虾米 你根本都进得进不去 可想而知,这个里面的风险有多大 但是你看这些国有企业 这些大企业啊,很多公司,上市公司啊 他的财报是 经营状况是在恶化的,在财源的 销量是在下跌的 经济润也是在下跌的 凭什么让股市大涨? 凭什么让他的股价翻倍?凭什么? 凭着不停的往里面注资进去吗? 那么住这么多的资金,不停的注进去 他最后会怎么样?最后还是 还是这个大公司大企业 他会在一个关键的节点 他会出逃的 他不可能把资金一直压进去 他持那么多股票,他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变现的 他要变成现金 他要把曾经跌掉的股价 拉回去,拉到曾经的正常的股价 然后赶紧出手出逃 变现 这叫做什么? 这叫做挽回国有资产 挽回这个实体经济的损失 这就是让这个大公司大企业盘活 救活 让国家的损失降到最低 你这个小散户 亏损 赔钱 根本不会管你的 就像以前的那个P2P爆雷一样 P2P爆雷 那么多的散户 有很多散户都是几百万的 直接什么本金都没了 你去上访 你到处去上访 有什么用 亏钱的不止你一个 全中国几万个 P2P爆雷的 融资平台爆雷的 很多人是一辈子的心血 做生意经商的一辈子心血 全投到这个P2P里面 后面 本金都没了 你投诉无门呢 解决不了你任何问题的 这个股市更加也更加不一样了 股市的话是你自己心甘情愿买进去的 那么到最后 突然之间开始 往下面暴跌 狂蟹的时候 有可能你也就出现 你当时买进出的情况一样 你想要买进的时候 很难买进 它要涨了 但是你要卖的时候 在狂跌的时候 你要卖 可能你也卖不掉 因为有大量的资金 在出逃 大量的在卖 而且很多 它不是通过串商来交易的 人家是幕后交易的 你怎么 是吧 你怎么搞得赢别人呢 你到时候要卖 也卖不掉的 这种情况不是说 在中国才有 在美国同样的 在这个股市行情特别好的时候 美国很多股市 突然间暴涨百分之五十 暴涨百分之百的 就是一天时间 要买进去很难买进的 买不进 你要卖卖的时候也是很难卖的 这个我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就是通过这个证券 证券公司啊 证券商的这个名字 我就不提了 挂单挂不进 你要卖的时候 你赚钱了 你要卖 你也卖不掉 搞到后面跌的不行了 跌的已经很平稳了 成交量很低了 我就能卖的 他妈的 再过一段时间 他又给他拉高了 拉高之后 但是我已经卖掉了 拉高之后 我也跟我没关系了 所以我就 稳妥妥的亏钱 就是亏了我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 是一个韭菜觉醒的时代 这是一个韭菜觉醒的时代 如果你是韭菜 你是平民 你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韭菜 自己是平民的时候 你就危险了 当所有人都在狂欢 都在要看好经济形势 要消费 要去投资理财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要远离 你就要谨慎 因为你是韭菜 你一定要明白自己是韭菜 别人赚钱 赚的是什么钱 赚的就是韭菜的钱 赚的就是股民的钱 赚的就是小散户的钱 凭什么人家 能够住上几百万的房子 开几十万的豪车 上百万的豪车 凭什么 因为人家手里面拥有的资源 因为人家拥有的人脉 都不一样 人家一个微信群 人家的一个电话 是吧 哪一天要涨多少 人家都是约定好了的 什么时间要把它卖掉 涨到什么价格 大概就可以卖了 人家都是提前安排好了的 而且还有政府给他背书的 他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全带关系 你普通的一般的人 你能进入这个高管吗 你能进入这个晋券公司的高管吗 哪怕你是985211毕业的 有什么用 没卵用 血缘关系 才是硬道理 血缘关系 除了血缘关系以外的关系 都没有那么靠谱 只有血缘关系 才是最靠谱的 所以各位加油吧 以后投胎 投个好的家庭 投一个好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改变命运 其他的韭菜要翻身 说实在的 很难 很难的 好 这个视频就给大家 吹牛逼 吹到这里 谢谢大家